女子拖欠物业费 背后竟深藏着她多年无法愈合的伤痛 他们那些保安人员也不会引导 这个救护车进来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然后当时导致我们家老人家 就在家里也没抢救过来 江西的八月流金似火 绵延数百公里的贡水 在赣州市张贡区的八经台和张江交汇 二水汇入赣江向北奔流 在水之畔 位于张贡区东郊路上的这个小区 2009年建成定交房 现有住户1400多户 2020年上半年 销区物业欲将业主罗女士告上法庭 原因是罗女士拖欠了4800多元的物业费 以及违约金 因为罗女士这边的话 她从2018年1月1号开始 就没有交物业费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物业公司方面表示 罗女士拖欠物业费期间 公司曾多次与罗女士进行沟通 并上门张贴物业费催缴单 但始终没有结果 那么罗女士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 拖欠物业费呢 因为我们对这个物业公司的管理 各方面是有很多的不满意 罗女士所说的不满意 要从2018年7月 她的公公在家里突发心梗说起 当天罗女士家楼下的应急车道停满了车 当120急救车赶到时 却迟迟无法进入 他们那些保安人员也不会引导 这个救护车进来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然后当时导致我们家老人家 就在家里也没抢救过来 然后完了之后 到了傍晚的时候 八点多钟的时候 殡仪馆的车子来了 他竟然也不让殡仪馆的车子进入 我们当时不明白是什么 然后我老公跟我儿子下去 就找保安还差点吵起来 那我们这个是极度不满的 这件事给罗女士和家人心里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然而对于罗女士指出的 应急车道被长期占用 小区车辆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物业公司方面表示 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 因为这是一个老旧小区 原有的车位设计 根本满足不了 现在小区里的车辆停放 小区的人员比较复杂 所以小区它物业这一块的话 尽量去督促 同时我们小区物业这一块 针对于这个问题 也向消防部门反映过 消防部门也联合执法过来过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可能都要面临小区配比 现状差额的问题的话 可能这个问题现阶段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进行处理 至于罗女士所提到的其他问题 物业也试图与罗女士交流 但由于多次沟通未果 物业公司最终想到 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张贡区一村一队工作队的法官 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该情况 综合考虑双方的意见后 决定提前介入 化解这场纠纷 法律关系又很简单 然后矛盾也不是特别的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来 我就向院里建议 安排我院的调节室的工作人员 来进你调节这样一起纠纷 物业公司因业主拖欠物业费 这个事情产生纠纷 今天我想把你们双方请的事起来 就是把这个事情做一个调节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这边的诉求是这样子 罗女士这边从18年1月份 就开始牵缴这个物业费 所以物业费一直到2020年的10月份 牵缴金额达到了4863元 还有这个合同约定的违约金 还有利息加起来一共是1315元 加起来两项金额的话 一共是6816元 这么多 那你从18年元一份开始 就没有去缴物业费 那我想 我肯定有原因的 我想问一下主经理 你是管理的 我是不是从来没有交过物业的 这个由我们分类的 这个是这样子的 据我们了解 它是从17年开始入住 它是18年开始欠缴的 那现在为什么不去交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18年的时候 我家工因为那个心梗发作 那个救护车 来了那个东方圣经的门口 小区门口 进不去 然后是在那个外面横街上 那条街上 赚了两个圈都进不去 当时我们家里面老人家心梗 极细等待救治 然后到了后面那个救护车 到后面不行 救护车人员打电话 给我们家里的人讲 我们这个车怎么进不来呀 为什么 堵住了 今天救护车都进不去 导致我们老人家 第二部救护车来了 也还是没不好进入 导致老人家当那天当时在家里 就因为不治 就去世了 过世了 罗女士认为 小区内道路被堵 导致家人生病后 无法及时抢救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物业公司不作为 管理不规范 安保人员形同虚设 该物业公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并且在事发后的两年时间里 该物业公司并没有给 罗女士一家人 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觉得我需要交这个物业费吗 你觉得你物业公司 你觉得你能够去 好意思去收起 我们这物业公司的工作 那你家官当时去世的时候 多大年纪啊 我家官去世的时候 才七十多岁 真是安详晚年的时候 这样你家爱人可能是更接受不了 现在我家爱人 几乎经常在半夜 会起来的时候 他就坐在那里跟我讲 我又想到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年轻的时候 吃了多少的苦 我家公以前是一个铁道饼 然后在铁路上工作了 这么多年退休之后 这是安详晚年的时候 谁知道就这样子就没有了 你说我们做家属的 我们做后代的 看到不心疼吗 这物业费真的是很小的事情 并不是钱的问题 我们是要你们物业有一个说法 要有一个怎么样的解决方案 难道让这样的悲剂 继续在别人身上发生吗 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发现 罗女士之所以不缴纳物业费 最根本的原因是心中有气 只有让罗女士 把心中的委屈发泄出来 才能进行后续的调解工作 发生类似情况的情况下 就是跟安保说一下 如果堵塞了交通啊 看看能不能赶紧及时地 把这个交通输开一下 对不对 虽然说这个小区配备 有严重的问题上 但是可以说救护车来了 能不能把这个车子 打到业主电话 把它移一下 或者是跟120说一下 能不能过其他的 到这个业主家里 可能他们也能够 真正接受一下 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大家都换位思考一下 首先我要跟物业公司说一下 就是如果一个小区 没有一个安全 整洁舒适的小区房间 你怎么去赢得业主的支持 没有业主的支持 你没有怎么去生存 是不是 但是我也跟罗女士也要说一下 你像这个 你不能以物业公司 某一项没有到位 是吧 你就不交物业管理费 那么如果所有小区的业主 都像你这样子的 把这个物业费不交 那物业公司又收不到这个费用 是不是 那怎么是正常运营呢 它正常运营都没办法 那就谈不上怎么是 为小区服务了 那我觉得这个直接就会导致 物业服务资料下降 根据这个罗女士 这个所讲的 我就想问一下 物业公司 你们看看有什么诚意 你看看 提出个方案来 双方都能够接受的 所以针对罗女士这个情况的话 她这个欠费的时间也这么久了 从18年开始欠 一直欠到现在的金额 对不对 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物业费这一块的 本金的金额就要全部的交纳 然后关于违约金跟利息这一块 1300的外费我们这边就 要不我们这边就免掉去 就不收取了 我个人是先缴一半 然后等到你们物业公司 让我们看到你们是有诚意改变 然后我们看到你有一些改变之后 我会补奖你的 你们也不要去争了 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了 如果你们双方都相信我 这个老大姐的话 我来讲一个 就是我觉得这个物业费的 发生了的事情 发生了的 就是从18年元月份到现在为止 就这个月为止 发生了的 我们该缴的就缴 物业公司现在刚才也讲了一下 他们的观点 就是说虽然时间这么长 该免的他们也免掉你的 免掉你的去 我看到你刚才也很有诚意 我相信你是一个民事里的的 是不是 要不然就把这个物业费 我们就该缴的就缴掉去 是吧 也不要去纠结这一块 是吧 我现在交给你都可以 但是 那就太好了 我希望 因为这个大姐调解了我们这么多次 我也 我们也 真的是 也希望 给大家也做一个榜样 反正我们通过正当图境 去给你们物业公司提出我们的诉求 但是我希望你们真的要 可以啊 你刚才你看 总是业主的诉求 罗女士你刚才也讲到这么爽快 现在就缴 我看一下你们双方 怎么缴比较好 是微信还是怎么 你看看 我都可以 微信支付宝都可以 那你看 可以 那就要不就微信 微信嘛 好吧 你看看你们双方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你们物业公司也在你们将来的服务 真的要提示你们的服务 要有这种服务意识 主经理在这里 对对对 不要讲究 物业公司本身就是讲究服务 对对对对 这个你发信 对大家服务态度 对 那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开一个那个正式的那个票题给我 可以 师傅可以 今天大家都是带着陈毅来的 刚才我也说到了如女士的这个物业费用 然后后面的话我也会派相关的工作人员把收据送到您家里 然后今天过来呢 本来也不晓得这个事情能不能调解的陈 因为之前在背后也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处理嘛 调解我们也了解到了如女士家里的情况 所以我们带来了一个小礼品 对 然后就 有礼品可 对对对 一时 就是表来一下如女士对我们这个物业工作的一个支持 那个谅解 对 我都带了如女士 谢谢你们 是 没有 这应该的 对对 同时我们也感谢咱们的调解员 在这个背后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 让我们不出小区 不用打官司 就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 也感谢罗女士这边对我们物业工作的支持 今后大家都多加强沟通 好 谢谢观看